大家好,我是三喵邪,乌梅上岗 你们都知道吗,我对于这个日本海巡的一些历史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以这段话开头,那也就意味着我讲的一定是一段日本旧日本海巡的往事 那老规矩,不要联想,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要苹果,要惠普,要戴尔,要外星人 真的,只是一个,你要说是昭和旧事都算不上 这叫大正旧事了,西门子事件 怎么回事呢,因为一桩贿赂丑闻 让日本海军名誉扫地的故事 话说,这日本海军过去历来跟日本的陆军都有矛盾 这个矛盾一直贯穿到1945年日本战败 这个陆军有自己的航空母舰,海军有自己的弹劾 这个陆军打败仗了,海军要庆祝 海军打败仗了,陆军要庆祝,等等 这里面的一个道道在于什么呢 这个陆军是长州藩,海军是萨摩藩 这两个藩一开始就不对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 所以他们两个的积怨很深啊 那么在之前19世纪的时候,日本是陆主海逢 你想西南战争啊,等等 这都陆军在处理了,海军好像也就是运运兵什么 但是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一战定乾坤的那个是1905年5月27日 东乡平巴郎的那一次 生贼子期,皇国存费细死一役,诸位将所移兵努力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海军可算长脸了,对不对 如果没有海军,日本是无法战胜大清的 如果没有海军,日本是无法战胜俄国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日本是陆海军 诶,海陆军 谁说这个陆主海从呢 诶,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搞个海主陆从呢 你要知道过去日本陆军的那些大佬 山县友朋,贵太郎这些人 人家是能够进入内阁担任 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首相的 海军有首相吗 嗯,不好意思 到那个时候还慕有 直到1913年,海军选了一个,海军的一个大佬当了首相 谁呢,山本权兵卫啊 这位是当了这个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 也就是首相 哎呦,海军可长脸了,对吧 但是啊,这山本权兵卫的首相的位呢 没做多久就弄上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西门子事件 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啊,日本造的军舰 其实主要还是靠着国外采购 你不要觉得这日本后来能造五藏大河这种东西 所以日本的造舰技术就独步全球 但是在明治末年,大政初年的时候 日本海军的这些军舰基本都是对外采购的 哎,三立,英国造的 那个当时啊,邓世昌隐恨的吉野,英国造的 对不对,因为英日同盟嘛 这个后来二战时期 一直在服役的一艘战舰啊 金刚号,那一开始是战略巡洋舰 我之前不是做过一期节目 战略巡洋舰,战舰,高速战舰 它的区别,金刚号,康购 这艘军舰是从英国订购的 而金刚号之后 日本又拿金刚的图纸在本国来学习建造 那就比锐,真名,误导 这几艘飞就有了金刚四姐妹 这四姐妹当中 金刚来自于英国 其他的三艘是日本本国造的 那么光是这个船啊 你光造离船壳这个不行啊 对不对 船壳而炮这些东西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当时啊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整个的各国之间的这种贸易 包括这种国际化 也多多少少是有限的 你比如说军舰内部的这种电缆布线系统 谁来做啊 德国的西门子公司 当时是独步全球的 可能您会觉得这个很意外 那您英国给日本造的船 还要用德国的东西 对啊 英国自己造的船 还要用到很多克鲁伯的圣炭缸 做装甲板嘛 对啊 每年要给德国支付巨额的专利费的 我记得我是欠过这么一个坑的 对不对 总之 西门子是对很多很多军舰内部的这种线缆啊 包括这种发电机这种布置 是德国西门子 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头 当然除了西门子之后 还有其他的公司在竞标 对不对 你世界上又不只有西门子一家这种电器公司 对吧 那有竞标 而且军舰这种东西啊 你想想日本当时也就那么几艘军舰 那举国之力搞了那么几艘军舰 所以说这方面啊 那可谓是真金白银砸下去 那么就有了这种权力寻租腐败贪污 这样的一个东西 刚好西门子公司驻东京的一位小 小社员 小职员啊 背井离乡打字员 然后这个待遇不满 又能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件 然后就特别特别的郁闷 回国之后干嘛呢 说要把这件事情捅出来 找西门子公司要封口费 西门子公司马上把这事告诉了日本海军高层 这日本海军高层还纳闷的 说你们德国的这个公司职员闯这事找我们干什么 对吧 西门子公司的人就说 如果这个事见爆了的话 可能有几名海军高层的人物要上报纸 就不好看了 后来 果然这样的一些信息 西门子公司给了那位职员封口费 但是这位职员把很多的东西给了英国的记者 英国的路透社 整个把这些事情给一五一十的报道出来 当时这个日本海军的一些官员收受的这种回扣 四十万日元 这个四十万日元是什么概念来着 这个当时这个已经是一笔超级超级超级巨的巨款了 一千日元 在当时您就能在东京去盖房子 您可以想象一下 这四十万日元是一个什么概念 所以消息一传出来 我们举国造的军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印象 百上之云那个里面 秋山真知就是说 我们日本他买的军舰 造的军舰 都是那种老百姓省吃俭用 一点一点给抠出来的 对不对 指那种桑死场 我之前不是说桑死场吗 桑死场的女工 他们一点一点抽生丝 抽残检那样 挣点钱 然后纳税全国民众去搞出来的 当然再往后就会有小学生悬款造陆 这样的一些事情 总之日本想攒一艘船 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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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现在呢 好 我们全国民去搞的这些军舰 被你们海军的这些人给这么贪污 你们海军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就用上那个时政信 那个梗了 你是海军吗 你要支持支持 就这个时候 对吧 当时的这个山本权兵卫内阁 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吧 那海巷 摘腾时肯定是要辞职 那山本呢 您自己是海军的人 你也不赶紧辞了吧 对不对 海军当时本来是能够在内阁里面 能够坐一阵的 结果坐了不到一年 也就这么辞掉了 对吧 本质上还是因为这个受贿事件 因为你想想这个海军几艘主力舰下去 山本权 因为当时想搞八八舰队呢 我讲过八八舰队 八次战略舰阳舰 每隔八年换一楼 这玩意就是个吞金兽 对不对 你说这东西真的是山本军自己一味的连接奉公 对抗米国鬼畜吗 难道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小九九吗 不想为自己或者其他的海军高官 去搞点别的东西吗 不想搞点什么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这种东西吗 好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法拉利 anyhow things like that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这件事情一出 海军就彻底坐不住了 这八八舰队当时也是东头被泼了一条冷水 而山本权命位呢 也挺倒霉 后来第二次阻隔的时候 赶上这个关东大地震 所以也是挺不顺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海军史上很著名的这个西门子事件 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件 你可以想象海军 海军大爷们一边造着船啊 一边贪污腐败什么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跟这样的海军在一起 阁下你怎么能打败米国鬼畜的 还好这事被一个小人物给捅出去了 对不对 这个日本民众的血汗钱虽然是浪费了一些 但是多多少少也还算有个交代吧 那行 今天这个话题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 真的只是讲一个大政时期的旧事 不要联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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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苹果要戴尔要惠谱要我还欣赏 好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拜拜